行善不失,能够扩大自喜的信仰 除此之外,也要赞叹他人的善行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兴起善念,横丝利他 同时也要随起赞叹,鼓励他人的善行 佛陀告诉我们的六种修辞的波罗命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不失 那不失呢,是就我们的能力所及 能够做到的部分,而能够去布施,去供养 那在佛门里面,一讲到另外一个观念是随喜 常常我们会听到随喜功德,随喜功德 那随喜呢,随喜功德也就是我们在起一个赞叹的心 那起了赞叹的心呢,我们以世俗事件上来说的话 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做到 比如说有某某单位或是某某的法师 他能够在广大的体育馆呢,或是广大的场地里面 去举办一个非常大的活动,非常大的法会 让很多的信众可以一起来学佛,认识佛法 诶,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有这样子的 去组织出来这样子的大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发起一个赞叹之心之外 我们也能够去随喜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那这样就是在相互成就 除了恭敬佛菩萨,恭敬法会之外 我们也在赞叹能够去成就这一件事的团体或是单位 那我们也能够尽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 去出席,或是去帮忙细微的一些 普助的工作,诶,这些都是在随喜这一场的法会 那这些都是往正方向的去前进 而不是说,诶,我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我就躲起来,我就往自己家里面走关起来 而是我们要反过来是 我们要能够去赞叹,我们一起去随喜 赌人失道,组织欢喜,得福盛大 不论是行善者或随喜者都能获得功德及福报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